这一堂我们会讲到 仆人领袖的侍奉心态 侍奉心态是很重要的 大家可以不用忘了一张纸 听着我们就能讲的了 两个人做同样的事 侍奉心态不一样 第一个果效不一样 第二个神的起义也不一样 例如一个就是觉得 我侍奉 而且他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很喜欢站在人面前 他觉得被人折立 每个人赞赏又拍手 又欢喜 又清赞 又送礼物 就觉得特别开心 开心没问题 但是他是不是追求这一件事 就是说要多恩 是追求这一件事 我想讲一讲 我曾经在多年之前 曾经认识一个传道人 他是有这样的行为 他怎样呢 他很强调欣赏 很强调欣赏 他强调欣赏 他也会强调人对他的欣赏 他到了生日 他又怎样呢 他说给每个人一张纸 你们写一下 你对我什么欣赏 你可以说他是教导人欣赏 但是那个做法似乎是给人感觉 他很想得到人的欣赏 很想那些人过欣赏他 就是说在他的事梦里面 他带有一些他自己的成分 而不是纯粹说 譬如如果讲欣赏 我们应该学一下 你欣赏旁边一个 你看旁边有什么长处 有什么他爱住的地方 我们就用说话欣赏他 那就没有带有任何自己的成分 但是当他一牵涉到自己呢 那就会给人一种负面的感觉 或者是另一种人 有些人都不听我说 我用这么多努力 你们个人都不接受我的 那时候又是另一种的反弹 就是他得不到他想得到的支持 接纳 他的心又有猛杂牢草 这个都是因为他事梦心态 不得纯正 其实事梦心态可以很简单 有些人想得很难很难 你很简单这样就行了 就是怎么样呢 耶稣说到你事梦是不是要很大很大 才能不能不得上次呢 耶稣说什么呢 一杯凉水就可以了 哇 这么简单 神啊你喜悦的 我就甘心去做 但是圣经也都说到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我们所作的是英焚的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 同时又觉得 就算我给一杯凉水 也不是我自己有这个能力 是神祝福我 所以我有这个生命可以祝福人的 就是说我不配 不过我做的神父呢 于是我就争取机会祝福人了 这样呢 神就喜欢了 其实很简单的 我就感激神 我就爱神 所以我会甘心来愿做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态度 但是因为人的里面太多潜意识 什么潜意识呢 小时候经常被人说 你都没用的 你都比别人的 你任何事都做不到的 你什么都不合格之类的 所以我们很想得到这种认同 就将我们的潜意识 放在我们的侍奉 就像 有没有人请你吃雪糕 你看这种粒是什么来的 是垃圾 吃这样的垃圾也不要紧了 那你会不会这样 你刚刚掃完地放在雪糕里 有没有搞错 放在雪糕里 就是我们献给神 我们就放下我们里面的潜意识 潜意识是什么呢 是以往的人的伤害 以往的人的负面的东西 我对自己的看法 就把神混合在他里面 结合 因为他随时会走出来的 会黏住的 会黏住我们的生命 那我们留意到 神帮我放下一些骄傲 敏感 很容易敏感 别人说一句话 马上就发乱了 又不虚心 一来一不认同 心里面就很生气 因为容易受伤害 容易受伤的女人 或者男人 在事物里面就会有些不良的 不好的杂质 那你一个单纯的心就是 神啊我是罪人 接受 其实这个很简单 我是软弱的 我是做得不好的 很简单 就是说我需要神祝福我 赦念我 然后我又乐以事共神 那就很正确 但是人有时候会这样的 当他自己觉得 自己 比如说受伤害 他就会 在那个事物过程 那些伤害又弹出来 他里面有些负面看人 他又在事物又弹出来 那些人都不好的 他里面觉得不被欣赏 他就很想事物得欣赏 就是他所有 他个人的潜在的问题 在事物里面都走出来 就是一个单纯的心 有些人他家庭有很多问题 不过从来没有人知道的 他离了分裂也没有人知道的 因为他不 我又不是叫你 说给全世界听 但总之他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的 就是说他是很害怕 人知道之后会对他的看法 这种的自我保护 当他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时候 他就会很防备人 他就会示茫的时候 不敢投入 不敢将他的生命分享出来 他就会受难了 其实什么都是 其实我们接受 我都是一个人而已 我有什么这么厉害 我都是有缺点的 不过神改变我 我就跟着倚靠神 这个就是正确的态度 其实很简单的 难不难呢? 放下这些 自卑、伤害、负面看法 又要人们认同 这些东西放下难不难呢? 又可以说难 又可以说不难 你好像小朋友那样 没所谓了 不要紧了 总之我是不停祝福人 总之我见到人就想祝福 我见到神我就欢喜 我见到人就想祝福 就是这么简单的 我有不好就不要紧了 我个个都是这样的 有什么不好 基本上 人们为什么不能够接受自己不好 我就想好过其他人 我要比其他人更好 就要让人看 但当你想让人看 越让人看 神就越不错 他只是显露他好好的地方 不敢去承认他的过错 只是想让人一个够好 够好的形状 所以我来求助帮助我们 其实侍奉心态可以有很多方面的问题 对不对 好了 我们现在看看 一些错误的侍奉的心态 第一就是竞争 弗里比书宜将三节一起读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徒 区乏的荣耀 只要全心谦卑 光有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个经文都很特别的 光有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明明那个人不及我 为什么他强于我呢 但他总有他一样东西比你 总有一些东西是好的 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他 但你说 那个人 全我生命都是 全我烂了 那有什么人比我好呢 可能你会很烂 但他也可能 在某些地方 你说我接受 其实他的本性 是有些地方 他有些财能有些恩赐 可能未发挥出来 他发挥出来 他某一点都比我好 因为每个人有些长处 有些长处有些短处 譬如行政不是我的强项 不过我也努力 如何可以做得好一点 譬如 很多细节不是我的强项 但我都要留意 但有些人的而且觉得 细节 这些行政 他会做得比我好的 就是说我们总有地方 有人 他有些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强项 所以我们就尽量看 他的好的地方 而不是去竞争 我不是要比我好 为什么要比我好 其实基本上 就是从小到大 受到伤害太多 总是 经常被人说 你都不行 所以就很想证明给人看 我是比你好 我不是像你以为我那么笨 其实我比你好 其实在人面前 争到面又如何呢 是不是 紧不紧要 在人面前 争到面紧不紧要 人家看起我 是否要紧要 不紧要 因为是神看起我才是紧要 有些人说 如果人家看不起我 我怎么会出路呢 神看起你 他就为你可以出路了 你不需要争取 你就是一种 谦卑的心 你去做好你的本分 你去祝福周围的人 你一步步就会提升 你不用急 说没有人看起我 神看起你 他一定会提升你 只要你走神的路 很专心为耶稣 我就是做你喜悦的事 我看从你 神知道你这个心 神欢喜到你 是不得了的 他就好喜悦你 他一定为你开路的 所以希望大家 深信 掌管一切的那些是神 于是我们就不受人影响了 好了 第二种的问题 就是争取权力 控制权 以及建立自己的王国 在侍奉都会有的 就是我要一个人 以及这一班 这些人是我的 你们不要碰了 这个人跟别人聊天 你为什么要跟他聊天 你是我的 我看着你 你只是我 我帮你 这个就越霸占 人又会越走 因为有本书也说的 说到关于朋友 他的书说什么呢 你想有好朋友 你学狗 就是中国人不喜欢狗 狗的地方 见到人就很开心 狗又不计较 不计较 人的不好 又很有感情的表达 就是当你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有朋友 但是当你一控制人 你的朋友是会走的 你一要求 强迫的时候会走的 所以其实控制权 都是一种 就是控制人 人是会走的 我们其实越尊重他 越给他看到 神可以生命发挥 神可以大日使用你 而且你都让他知道你的侍奉的方向 你的依障 很重要 你每个人有一个 如何侍奉的依障 譬如你 我自己很想全委身侍奉神 我又想训练人侍奉神 我又想祝福不同的人 当你有这些依障 是会有人跟从你的 他会觉得你的依障很好 你是很单纯 就是为了祝福人 你又是谦卑的 你又只想做的就是天国 当你有这种的 这么单纯的心 神又欢喜 人又会被你吸引 就是说我们想人 去跟从我们的方向 跟我们一起合作 就让他看到我们的仪象 和我们那种 看从神 看从人的心 那些人就会容易跟从我们 就是我们不是要他跟从 就是跟从我们一起去服事 而当有一天他要离开 我们都很欢喜 去祝福 这种心态很重要 我们建立他 接着他说 我现在有呼召去某处的地方 那我们就祝福他 能够帮到他的地方帮他 这样神就喜悦我们 就是越不祝神 神越喜悦的 好了 第三 太注目在扩大自己的教会 或者小组 就是只是想我教会多些人 小组多些人 这个不错的 不过太注目 就是做什么都是为了目的 而甚至有时不择手段 比如有些什么手段 有时压力 强压式 你们每次要带人 每个月要带人 你今年带了多少个人 你时常都用这种 好像他们推销层压式的方式 这样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些人有种压力感 并且有些人也会用一种方法 就是偷羊 因为偷羊是最快的 慢慢见人 人又慢的 找到方法 找一些其他人 然后就拔着那些人 这是神不起悦的 所以我们就用神不起悦的方法 不是注目在我教会有多大 其实到审会的时候 有些大教会的牧师 可能不及于某些 平信徒的事物 也都或者不及于一些小教会的传道人 就是代付这个人的生命是怎样 想祝福人 我们越是彭神的心 越看重天国 不是只是我的教会的时候 神越起越隔 第四 或者提升自己的价值 就是我要一个人 我要有恩赐 我要做什么都做得好的 人家一说我们不好 我们立刻反抗 我们立刻说 哪里是这样 即是辩驳 我想大家留意这件事 当人说你不好的仇 你是不是立刻会解释和辩驳 譬如说 为什么你迟到 那里有什么问题 但就没有说一句 我今天迟了起床 可能其他人也是真的 不过 在的确是迟了起床 这也是我们可以承认的 对不起我今天迟了起床 总之我们能够承认 我们也会有错 反而人是会更加能够 比我们影响的 所以我们不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价值 不是要如何努力 如何是没有错误的 其实我们也会有错误的 当然我们希望追求不错 即是没有做错的 我们是尽力的 但有时候有错的时候 我们也会承认的 第五 让自我膨胀 即是说 追求自己的荣耀 即是很想人家称赞 有时候我们心中有的 那么多的意念都要处理的 比如我自己为人祈祷 有时候真的看到很特别的 神的工作 那些人如何改变 那些人心里面就很容易说 现在有很强欣高 但是我立刻 神就提醒我 这些是神的工作 我只是一条流通 我只是一条电线 那些电有多强 是和我无关 我只是一条电线 我电线越谦卑 即是没有阻力 神的工作越大 所以我就说 神啊你帮我 真的不要夺取神的荣耀 为什么我要侍奉 我又拆毁了 你明明有很多努力去做 然后因为骄傲 又拆毁了 那到神那里 看到神的时候 神说 你现在的骄傲没有了 你那些只剩下了一点 那你就说 我做了这么多 是浪费的吗 这样的时候 当然在天国也是有益处的 不过某程度上 我们的骄傲 都会影响人家的眼光 我们的骄傲态度 人家看到又会有样学样 牧养出来的人 也会是这样的 个个都要比人更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这样的群体 有时候有些群体 有些人都跟我说 整个教会都好像 大家要争叹的 个个都要比人更好 这样就成了一种气氛 身为都是影响人 这样的时候 也都是不明要神的 虽然他增长 但是增长得来 生出来的 个个都有这个饼饮 那个饼饮就是鸟 所以我们也是神 帮我 他必兴皇 我必须美 约福音三章三十节 其实我不是有什么好的 我是在神面前谦卑 我不是为我自己 不要自我膨胀 我不是要一个人 但是我们扩展我们的领域 是可以的 扩展领域是什么意思呢 我帮到一个人可以帮多些 我帮多些人可以领聚会 我领了聚会 我可以去带道复兴 带道复兴 我可以甚至训练 事奉的人 甚至有一天训练全会 但是你的心就没有高的心头 曾经有人跟我说 他说 我问他 神感动你 你有事奉的心 你告诉我 他说 我想将来做一万人的报道会 我说你不要计算 一万人 这是十个人 不要紧要的 就是我的心 想救人的灵魂 就不要说我要怎样 就是我要怎样聪明 但是我们扩展领域是可以的 扩展领域的心意是什么呢 我影响这群人 我可以影响这么多 在我这个小组 我将来可以影响教会 影响教会 影响人家的教会 影响周围区域的教会 但是不是为了自己的骄傲 我不是要聪明给人看 不过我很想神的一年去到 这两个的分别是差一点 差一点 差一点点是什么呢 就是有没有高举自己 你是为自己做 又是为天国做 你为天国做 你说神啊 我真的很想多些人更新 那你就去做 扩展没问题的 心一直在谦卑 难不难呢 为天国的心 不是为自己的心 不要要别人称赞我 不是要别人看到我什么好 难不难呢 你又可以说难 但是又不是很难的 你只要很单纯的 就是很单纯的 神啊 其实我什么都没有的 就是使人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就是有 令到我们不同的是谁呢 是神啊 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 什么都是领受的 我有的心灵 我有的救恩 我有的属灵的恩赐 属灵的智慧 帮助人的能力 圣灵的恩高 所有的恩赐都是神给我 全部都是神给我的 那我为何要自夸 仿佛 不是领受的呢 但我们说神啊 什么都不是我的 什么都是你的 我就乐意去侍奉神 我乐意去祝福人 就算没有报仇 不要紧 因为神会记得 神会赏赐 那时候是不是 心就会静很多了 其实是不难的 你每一条甲 在祈祷的时候 你又放松自己 神啊 其实呢 我是没有什么 有很多软弱 有很多不好的 層次赏脸 尤其是我看到我的不好 我的什么潜意识 我的什么负面想法 容易犯癌症 容易受伤害 神会释放我 让我心平均安静 因为神疼我 所以我平均安静 其实很简单 神疼我 所以我平均安静 神疼我 所以我有安全感 神疼我 所以我不容易受伤害 因为人家说的事是怎样的 他说完我 是不是会应验呢 不会的 因为神的计划 他应验了我听神的话 而我真的说 看到人就想祝福 我就想帮人 他不理睬我 不要紧 是他的问题 他没有什么热烈反应 不要紧 是他的问题 不过我继续帮他 我又不生气 就是说放下自己 不要计较人的反应 他就算不太理睬我 有什么所谓 我又不死得 神又起源 我仍然真心去帮他的事 其实只要你 懂得分辨你内心 我们内心里面的动机 而能够愿意处理 放下我们的自我 你就一步步 洗净你内心里面的 所有的不好的成分 这个前意识 那这个是怎么处理呢 你每天在祈祷的时候 或者你就算走路 一路坐车一路想 整天都想着神 神就会给你信息的 譬如说 你如果在生气一个人 或者一个人在生气你 你祈祷神会想起那个人 那你想起 你就不要说 神啊,懲罚他 神啊,你烧毁他的工作 又是说 神啊,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 求主赦免 我也都连出他 这个人受到伤害 所以会伤害我 那我又祝福他 求主帮我的态度 不给他影响 而你处理到 你不给他影响 心里柔和天卑 见到他都能够笑 即是你一处处理 见到他又笑 真心祝福他 有机会请他吃点东西 你的心就处理了 松了 当你每天都这样处理了 第一个处理是谁呢 是你的丈夫和姚太太 你处理到 放下了 已经升了很多级了 已经升了很多级 那你就跟着那些就容易了 因为最近的人是最难处理的 当你这样就逐步升级了 这就是侍奉者的生命 是否重要 很重要 如果没有处理好 很多侍奉是徒劳无功的 有辛苦 但是又徒劳无功 但是如果你正确的心态 就算你不够正确 你有什么方法 神啊我态度不够正确 你帮我吧 你真的帮我吧 我有点凋暴 我有缘缘受伤害 求你帮我吧 释放我吧 你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神就很欢迎你的 神就会第一天医你的了 一步步你听完我 是连述他 祝福他 你就一步步提升 就是做得不够好 不要紧要 在神国里 你做得不够好 你悔改 求主赦免 接着我 我尝着努力 而你今次的态度 比之前1% 1%已经 已经在进步 那神就起越了 又进步 继续进步 那神就起越了 那越是进步的时候 你所做的 全流的情分就越多了 有很多人的事物的成分 是大部分都消掉了 有很多人 其实对神的态度 是有很多问题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更新人 有些人 对于 有时我听到一些基督徒的斗争 我真的觉得 其实有些人在教会里面 我说出这个情况 只是分辨的 有些人可能一直到教堂 但是在他的生命 譬如当他有些权势 当他有些地位 有些财力的时候 他就会做一些事出来 是会和人竞争 伤害 或者甚至是侍奉 都会竞争 就是前任主任学校长 可能不喜欢 现在任的主任学校长 现在任的主任学校长 可能很想证明 自己比上任职位 例如这个竞争 这个竞争 会看到 那个竞争 多一些人喜欢 自己却又不喜欢 很多这样的事 我们需要处理 到底心有多少 真是爱神 我们看到的时候 心就关注神的事 我心里为神的 大发以心 我真的很想帮他 但又不是强迫 又不是强压他 而是逐步影响他 让我们的生命影响人 这样的时候 你的生命質素是否很重要 你的生命質素會影響周圍 另外一些錯誤就是為了利益 貪財是萬獲之根 貪財什麼都可以做出來 貪財的人可以為了錢 甚至偷教會錢也有 一時的錯誤 我認識兩個人在教會工作 是偷了教會錢結果被炒入 而其中一個是傳導人來的 他讀了傳導人的課程 其實是很可惜的 是不是很可惜的 也有些出名的 這兩個是我個人認識的 如果大家也聽過一些 所以我們不要為了利益 有時的小利益就是 港元費沒有不要緊 有你接受也不是錯 不過不要為了港元費 不要為了別人請你吃飯 這些不重要的 他請你吃你可以寬你吃 但你又不要要求 又不要像期望 不要緊的 因為神會給我 總之我做的 神會給我 或者因為有得到朋友 有些人上教會也有得到朋友 有些人侍奉也有得到朋友 有些人侍奉也有得到朋友 但我們享受朋友是沒有錯的 不過不要用朋友 作為我們安全的支柱 即是有朋友我就做 有朋友我就覺得安全 我就覺得舒服 譬如回教會 是否只是找朋友呢 沒有錯的 不過你看到新人 馬上要關心他 然後才找到朋友 那我們就看重神 看重人的需要 多於我們自己想得到的朋友 好了這些是錯案的 那怎樣有正確的侍奉心態呢 第一我們一起讀一下 深信神是賊漢所有人的心態和侍奉 每人必要向神交障 無人能逃脫 啟示了二章二十三節 我是那賊漢人肺虎心腸的 並要照你們的行為報應你們各人 有沒有人可以走得過神的眼 走不過 神的眼不只是看你做什麼出來 在裡面閃過一個意念 一閃過意念 有錯我立即都求主射臉 譬如我閃過意念 我比他厲害 我這次做得很厲害 我比人好 立即求主射臉 那這些也不用太介意 死定了 我今天有這麼多驕傲 真的很慘 又不用的 因為神是很樂意射臉你 你射臉了你就努力就可以了 就不用整天都說 哎呀我今天有些驕傲 我要拿走你的驕傲 哎呀我要拿走你的驕傲 你都拿不完 那你就很辛苦 其實不用這麼大壓力 而是呢 我有這個心態 求主射臉 讓我多些想正面取代 就是怎樣取代呢 我多些歸榮給神 原來我又找到神給我的 所以我歸榮給神 就是處理罪的方法 譬如處理污衛意念 有時候有些人 哎呀我一看到異性 總是想些不好的 那你這樣 我要怎樣處理呢 你就會很難清理 那怎樣呢 想多些神的事就可以了 神現在跟我一起 神陪伴我 神是聖結的 神喜歡我想這些不好的事 想這些不好的事 又破壞我的 想多些神的好事呢 你就會那些不好的事 就會少想了 那這就是一個好的方法 而神看到的 神看到你用這個方法 神就會歡喜的 其實神呢 我可以說 神是容易討好過人的 你討好人 容易嗎 不容易 但是神呢 只要你的心向著祂就可以了 就算你做得不夠完美 神也會歡喜的 當然我們想做得更完美 但是呢 總之你努力向那邊 向著好的那邊 神就會歡喜的 所以神呢 真的 我真的覺得很多事我都欣賞祂的 其中一個原理就是祂 是容易討神歡喜的 只要你的心是單純 我想做神的事 神就歡喜的 那這個也會鼓勵大家 因為有些人羨慕我這樣 哎呀我還是做得不夠 我祈禱又不夠 我羨慕我沒得過 我羨慕我沒得過 我一天我沒得過 沒什麼用的了 哎呀那些是small potato 我都做不到什麼 小人物 這個又不是神想的 因為神告訴我們 個個都是寶貴 神在我們身邊的奇妙計劃 所以我們可以 這個呢 有這個尊貴的心態 而不是驕傲 而是要分清 為什麼尊貴的心態 我是很寶貴的 神是體重我的 我可以大大的發揮 我可以祝福很多人的 這個是一個尊貴身份的心態 兒女的心態 但不是驕傲 我不是聰明的人 我不用被人聰明的 各位神眼中都是這麼好的 都是神這麼體重的 都是神這麼體重的 我是尊貴 但我是謙卑的 其實什麼都是神給我 我是神加冕給我 不是我 本身有的 是神賜給我的 這個心態 神察悍就歡喜了 沒有了 譬如你平日 經常耳望我 心裡經常耳暗 神又看到過 什麼都看到 你失望的時候 哎呀 都沒有人幫我的 我都不去 我要做事就走去 神又看到你耳望我 那你就不要緊 神啊 現在沒有人幫我 我自己做 神你又很歡喜 神我和你一起做 就是這樣的 什麼都會有一個正面的心態 其實難不難呢 都沒有人 誰都答應你 誰都不出現 只有你一個做 然後你說不要緊 神看我可以了 神又歡喜的 我依然這麼開心做 神就會很欣賞 這樣的心態難不難呢 其實不難的 只要你刻意知道 只要你有正確心態 是愛神愛人的話 神是歡喜的 那你有這個正確心態 是不難的 不是難的 就是登天的 是容易過神 那些瓷磚那些 那些骯髒 是容易過的 因為你真的 只要你的心一條隔了 我放下自我 我就是親近神 愛神愛人就可以了 好了 接著第二 一起讀一下 我們真心為神做小事 神必定喜悅 賞賜和尊重 所以我們更應追求是無神更多 今天我們已經讀過很多次了 就是一杯涼水 神都會賞賜 不能不得賞賜 由約翰12章26字一起讀 若有人服侍我 就當跟從我 我就是那女 服侍我的人也要就是那女 若有人服侍我 我會別尊重他 這裏講到很好 這個經文非常好的 大家試試記一下 如果有人服侍我 就當跟從我 我在哪裏呢 服侍的人 我的人就在那裏 如果有人服侍我 我一定尊重他 你服侍神 神就很尊重你 所以呢 這種心態 怎麽正確心態 我做少許的事 神都會歡喜 總之我有這個心 想做神歡喜的事 神就起源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動力了 原來我做什麽小事 神都會歡喜 見到什麽機會 的那麽小事 譬如你見到那個人 今天 有一個人坐在那裏 好像很冷 拿一張皮筋給他 神呢 教小一點的冷氣 神呢 教小一點的風 你都會關心他 那麽神又會歡喜 有這麽小的事 你見到一個人 找聖經 你就幫了他 那麽神就已經歡喜 由最小的事 就是心態 我祝福人 那麽神呢 每天都會歡喜 那麽你一世人 是否可以做到很多神歡喜的事 是的 那麽其實不難 只要你的心是正的 他就說 好了 和真心侍奉神 都有今世得到祝福 其實你知道神這個祝福是可以的 不過你不要只追求祝福 有些人說 我已經奉獻了這麽久 為什麽我的錢在這麽少呢 有些人說 為什麽神還沒有賞賜我呢 我們不用說神 你什麽時候賞賜 神不會走 不會甩漏 不會忘記的 祂會給你 你聽神的話 但我真的見過一天 他就說 我曾經奉獻過幾次 他就說 我曾經奉獻過幾次 現在我的錢都沒有了 神哪些時候幫我呢 其實當他這樣計較的時候 反而 他起初做的時候 的心態都不是好 那你說 神答應了 他又沒有做 神沒有做 不是代表沒有 我都是 在我經歷聖年之後 我真的幫人 但我在過程中有經濟的困難 但我堅持依靠神 親近神 我知道神一定喜悅 到你的時候 神的祝福就會來到 所以 不用心急 而且我們今天也有衣有食 就當之祝福 不用來到很多 到你能夠做到更多的事奉 神會為你供應你的 馬口香十章入九節一起讀一下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姊妹 父母兒女田地 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 弟兄姊妹 母親兒女田地 並且要受挥白 再來世必得往生 這要講到 為福音的緣故 撇下這些一切 他就說 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得到什麼呢 就得到一樣的東西 又是房屋弟兄姊妹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你為了神的緣故 你放下你的屋 神可以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 真是給你一間大屋 神又可能給你一間小屋 不過你住得很開心 很有祝福 一樣是不得百倍的 總之神不會忘記他的應許 而且神不會遷就他 他答應給你的 一定會擱住你的 那你說 我為了神的緣故 放棄一些人際的關係 即是我不受那些人的影響 我亦都可能 某個程度上 有些關係 我可能不能夠像以前那樣多 但是神也都會給你 建立這麼好的關係 有時候同樣 譬如你 有人是 你家人的班 你就因為主的緣故 你不給他影響 但你堅持 對他好 那個關係 改善 都是只有百倍 即是本來是辛苦的 現在改善 或者神就比你另外的朋友 更加好的 那這些都是神的賞賜 所以 是有今世的百倍 但我們就不要去數著有些什麼 有些畢人 而是說 我深信所做的不是徒然的 由第四來一起讀 沒有信主 沒有親近和尊重神的人 需要我們去全方的一方 建立靈命 那這就是 有些人沒有信主 或者有些人沒有親近神 沒有尊重神 有些人是回教堂 是說信耶穌 他們都需要我們去全方 和人建立靈命 在你教會有沒有這些人 有 有 我們可以影響他 直接交到有時候 他未必接受 但我們可以關心他 求神 給我們智慧 有些什麼方法 可以祝福到他 可以問他 有些什麼可以為你祈禱 還有有好的榜樣 那我們就可以影響人 即是說我們的心態 不要只是我們做一個事工 而任何的事工的目的 最重要 建立人信主和建立靈命 所以所有事務的最終目的 都是大使命 最終的目的 即是你做敬拜 都是想建立人的生命 不是敬拜的目的 不是我唱到最高級的敬拜 這個不是目的 目的在敬拜的時候 人的生命更加好 更加親近神 我們分辨的目的 始終是去到大使命 我自己很可惜 看到有很多人 在這個世代有更新 不過他只是享受神 享受神沒錯 但享受神之後 應該是如何祝福人 因為聖靈降臨在他身上 可以祝福人 傳福音到地極 使邁民做他的門徒 焚耶穌所吩咐 都教訓他們遵守 不只是信耶穌 而啟示了有一章八節 這個經文其實有很嚴重的警告 我一起讀一下 唯有膽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殺人的 淫亂的 行邪術的 拜偶像的 我一切說謊話的 他們的份 就像燒著流亡的火灰裡 這是第二次的死 這個講到就是有不同的罪 膽怯的 不信的 可憎 殺人淫亂 行邪術 拜偶像的 一切說謊的 其實 譬如加勒太書五章十九節 也有講到不同的情慾的事 都是顯而易見的 有講到這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國 都是有講到有些 就是說人的犯罪可以令人失去救恩 我們得救是神的禮物 信靠耶穌就得救 信靠耶穌就會改變 那到底什麼情況之下 人犯罪可以失去救恩呢? 最主要就是說 神已經不在他心中 他就失去救恩 就是他跟神沒有這個關係 神感動他改變他不改變 但是他只是外面回教堂 他外面祈禱的口說 但是神說話他不再聆聽 他不再回應了 神叫他感動他改變 他不肯改變 他不肯悔改 不肯離開罪 不肯信靠主的時候 他就不得救了 我們人很難分別的 因為有時候他外面很差 可能他裡面仍然有信心 當然我不想有人是這樣 不要說他那麼差 他又上了天堂 不是因為他差上天堂 是因為他仍然在裡面 他真的有悔改 和神有關係 但是這個是危險的 就是他一直犯很多的罪 這個有危險 可以令到他和神隔開 因為罪是叫人和神隔開的 就是我們知道罪是可以很嚴重的 我們去警告人 去提醒人 去勸念人 去安慰人 但是我們知道他真的可以 心去救恩的 我們就去引導他 去幫助他 就不要以為說 真的有些人是這樣的 回到教堂 一聽到就睡覺了 回到教堂做什麼呢 覺得舒服一班人 可以聊聊天 有些活動的時候 其實他到底是否得救呢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有時候去和他聊聊天 你又不要第一步問他 你是不是得救 然後你先關心一下他 問一下他 有些什麼可以為你祈禱 然後可以問一下他 逐步和他認識多一點 你覺得祈禱怎樣 他現在說 我祈禱也很難集中 我們怎樣幫他問他 集中祈禱 一想到其他人之後 想回耶穌 立刻 一躲一躲一躲 一躲一躲一躲 我會想回耶穌 立刻想回耶穌 總之有一些少事慢慢幫他 去引導 你可以由自己先 你說 我自己都 在我教徒成長 我發覺有時候 自己有些罪 覺得神要提醒我 我就知道罪 我就求耶穌幫我 在心裡不要怨恨 派他去饒恕人 去看罪人 你分享 他可能會被你熱響 總之你尋找機會 求神給你聰明智慧 如何去幫助人 更加清楚 信主 跟從神 我曾經說過 有六樣的表現 即是基督徒 基督徒得救 就是純粹 信靠耶穌做救主 就是得救的 有六樣的表現 很容易記 兩樣一組 有三組 第一組跟救恩有關 就是願意悔改、離聚、信靠主 這兩組 你可以寫下 第一是願意悔改、離聚、信靠主 信靠主 信靠主包括信靠祂的救恩 這是與救恩有關 這是如何得救 就是悔改、離聚、信靠主的救恩 接著 兩組跟關係有關 第一是親近神 和愛神 因為聖經說 若有人不愛主者 可助可奏 即是親近神和愛神 接著 第三個組 是與行為有關 就是遵從神和侍奉神 一聲一點 他講到 他埋藏在地裏的陰次 埋藏了 他是丟在岸面 黑暗他 而且那些沒有造在 那些少子身上 他亦都進入永刑 我再講一次 三組 第一組和救恩 有關 第二組和關係有關 第三組和彭為有關 開頭兩組就是悔改、離聚、信靠主的救恩 信靠主的愛 接著就是親近神和愛神 第五、第六就是遵從神和侍奉神 這些都是神告訴我 有哪裏留下的 我可以再講給大家聽聽 第二是信靠主 信靠主的救恩和愛 這些都是我們幫助人 他不是靠這些得救 這是得救的表現 這六樣是得救的表現 得救永遠是悔改信靠主而得救的 然後 有關十五章六節 有問題嗎? 有關十五章六節一齊讀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 耶稣又不在他裏面 好像枝子叼在我面枯乾 人承起來轟在火裂燒了 這個是不是天堂? 這個將來的世界有幾個地方? 有些人以為有三大 天堂、地獄和中間有大 中間的地方有沒有? 聖天沒有說到 將來沒有地極的了 沒有地極的就是天堂和地獄 要是天堂、要是地獄 這裡說到 永遠在火裂燒了 這個是天堂、要是地獄 這個是地獄 所以一個人沒有親近神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不過有時候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親近神 有時候有些人小到不得了 不過很危險 如果小到不得了很危險 就是一條線扯著他上天堂 他真的小小很耐觸 其他人很危險 所以我們就幫助人 跟神有這種密切的關係 這個就是侍奉很重要的心態 就是我去建立人的生命 這幾點我們再看回 這四點 就是第一 神看到我們的心態和侍奉 我們每一樣的侍奉 和內心神看到的 第二就是 你做多小的事 神都會欣賞 你為祂做就可以了 神就會歡喜 然後呢 也都今生有賞賜 就是鼓勵人 這些是鼓勵人 然後呢 第四就是 我們要幫助人 跟神的關係 信主 和遵從神 跟從神 這個就是侍奉的目的 就是你有這種心態 我做什麼的神都會歡喜 我建立人的生命 神會歡喜 所以譬如你是敬拜的 那你有什麼心態呢 第一 我要去親近神 第二 我很想激勵起那些人 都有這種歡喜的心 去親近神 我分享的 我的目的不是我講得很漂亮 而是我希望那些人聽完之後 他的生命改變 是的 旅人 求助幫助大家 有這種侍奉的心 而你做小小的事 神都歡喜 那你會不會有動力做更多 那希望大家都說 神啊 我爭取機會去祝福人 好 在這個時候我們休息 我們都會有 我們因為粗年 為人祈禱 所以呢 我們都會為你祈禱 怎樣去敏感到勝利 你可以學到 隨時一祈禱 即時 你會感受到勝利的能力 也都可以對方即時感受到 就是你的靈通 那這件事呢 一會你出來示範的時候 小息 在最後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為大家祈禱 下一點呢 下一點我們講到 就是不侍奉的人 可以面對審判 有些基督徒有這種心態 這個是第二頁的底 有些人有這種心態 信主一得救 你侍不侍奉 或者你愛不愛主 那些是成性 那些是進步 但其實聖經是沒有這樣分的 聖經是告訴我們 我們信主 就必然有這些果子 沒有這些果子就有問題 我先說到那六點 就是說 如果那六點 我用正面說 我悔改 即是得救的人的表現 我會悔改禮罪 我信靠耶穌 繼續信靠祂的救恩 和祂的愛 然後就是 親近神 愛神 遵從神 和結果子 這裏任何一件事 都可以導致人不得救的 他不悔改禮罪 他繼續在罪中 可以失去禁恩 他沒有信靠耶穌 一定不得救恩 就是說 悔改信靠 是入門的方法 亦都是保持同神的方法 都是繼續保持的 然後跟著 親近神 沒有親近神的人 不想他裏面 就有枝子丟在外面 枯乾人神 在那裡冰著火燒了 沒有愛主的 這人 我做我走 然後呢 遵從神 如果沒有遵從神的 不信 順著情慾殺種 必從情慾收敗為 罪的結局 就是死的 這就是聖經裡面說到 即使說 就算耶穌繼續犯罪 他不遵從神的時候 可以帶來 失去救恩 而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 就說到 凡千夫我主下主下 那些人不能都對千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夠盡禁 他 杜蘭有好人說 我不是奉你一名傳道 奉你一名趕貴嗎 奉你一名行他都在義臨嗎 但耶穌說 我從來不認識他 因為他跟耶穌沒有關係 所以你怎樣得救呢 就一定是你跟神有生命關係 他在你裡面 他跟你說話 你會回應 你會聽話 另外就是侍奉神 正義都說到 不侍奉神 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我們不是靠侍奉神 得到救恩 但是侍奉神 是得救生命的表現 有些人臨死 他就說信耶穌就離世了 那他得不得救呢 其實就算他表達 我信 這個都可以是一種侍奉 就是他有這種生命 當然他的能力 在那個時候 他只能夠做這件事 當他一說到我信耶穌 或者他心裡面 說出我信耶穌 都是一種生命的表現 所以我們不是說 臨死的信主就不得救 而是說他都有他的侍奉 例如十字架上的強盗 他說主 當你得過光 耶穌說 當你得過光臨的時候 求你紀念我 他這個說話 已經是見證耶穌 所以這也是他的果子 現在我們看一看 就是不侍奉的人 可以面對審判的 馬太25章26節 主人回答說 你者又惡又懶的僕人 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 沒有殺的地方要聚念 就當把我的銀子放急兌換銀錢的人 這個在第二頁底裡 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來收回 有三十節 把者無用的僕人 雕在外面黑暗裏 在那裏必要哀哭似似 這個是哪裏 在外面黑暗哀哭似 這是哪裏 這是地裏 這是地裏 這是不可能不是地裏 沒有別的地方 是這樣的 所以他將那些恩賜埋藏 你的恩賜有沒有用到呢 他說恩賜不夠多 對換銀子的意思是你可以支持別人做 不是你做 你支持別人做 那你就收利息 那你就奉獻 那當然我們不要只停留在奉獻 而是你真的參與到幾少 我們都盡量參與 就是最低限度可以奉獻 然後馬太25章45節 這裡也沒有祝福弟兄姐妹 沒有做在別人身上 黃耀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你們既不做在我 我自己在帝影中一個最少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 這些人要往哪裏 那些人要往永生裡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裡去 就是沒有做在一個少子身上 就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所以是沒有選擇的 但是我們不是為了 因為這個行為叫我們得救 我們沒有可能賺取得救 而是得救的表現來的 為什麼有參加教會 或者有討告的人 都可以去地獄呢 因為他們的信心沒有行為 我們是信靠耶穌得救 不是靠行為 但是信心沒有行為死的 教科書2章26節 身得沒有靈魂是死的 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有祈禱而沒有遵從神 都可以去地獄 剛剛我讀過經文碼 七章21節 凡稱呼我主呀主呀 那些人其實是在做什麼 主呀主呀 是在做什麼 在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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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每個進入到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之子的人 有些人祈禱 他又搞錯 他以為我只是為病祈禱 可以上到天頭 求你治我這個病 求你治我什麼 求你給我一點錢 這種祈禱不是得救的祈禱 得救的祈禱 一定有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做救主 一定有悔改 信靠耶穌的成分 所以我們 帶領人信主 一定是幫祂悔改認罪 尤其是臨終的人 譬如你探訪一個人 他真的是臨終的人 你就不要這樣說 你信不信耶穌 那你祈禱了 我們要讓祂知道 罪的嚴重性 罪是可以叫為失去救恩的 我們想回 你不用像是罵他 譬如你和他一起長大 你知道你以前罵我 那你就要去地獄 你就要笑悔改 你說得普遍一點 我們都會日時發生氣 生氣人 罵人 我們有試過罵人嗎 我們有罵人 聖經說什麼 如果罵人是蠢才 是拉家 難免地獄的火 所以我們就求主赦免 就是讓祂知道罪的嚴重性 然後帶祂去信耶穌 就是用各樣的方法 各樣聖經講的比喻 例子 經文 去引導祂 讓祂知道我們 不要只說 你信不信耶穌 信了好 祈禱 你信了耶穌 你信了天堂 這是真的 不過你不知道是否真信 有些人說信 可以不是真信 他不是真的悔改 他就是覺得自己做錯 我們需要幫祂 越清楚 越好 而且 如果祂不是離世 就算離世也好 我們就鼓勵祂 你不斷呼叫耶穌 耶穌 聖經的罪 耶穌救你 多謝耶穌 讚你天堂 叫祂不斷地討告 這就是持續的生命 我們在外面打人 信耶穌都一樣 我們就繼續鼓勵祂親近神 如果你打人信耶穌 然後拜拜 你就像生了個嬰兒 就放在路邊 你會生了個嬰兒 放在路邊嗎 不會的 你一定會照顧牠長大 即是你打人信耶穌 他很開心 然後就拜拜 他就走了 但是你以後沒有見到他 他不知道做什麼 他又不懂得怎樣跟從神 他可以失去救恩 所以你會不會把嬰兒放在路邊 不會的 OK 好了 我們接著就是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奉 我們讀黑色字一起讀一下 眼前可以做的就能做 由最簡單的開始 事奉第一開始 就是眼前做到的 很簡單 招呼人 關心人 為人討告 探訪人 幫助人清楚得救 建立人的靈命 建立小組 在教會各方面事奉 每樣都可以做的 不過做什麼都想著幫他的靈命 我試過上主一行 我當時很小 我亦都不清楚得救 但當時我真的不記得 他又跟我說 你要清楚得救 將來上到天堂 你要真心認罪悔改 我還記得他講了故事 但是聽了故事 沒有下問 沒有問過 你有沒有祈禱 當時我不是很小 我是聽得明白的 但是我沒有印象 我又不會問他 總之每一課 交完故事 就說再見 所以我們都要知道 我們事奉 有時看到人 要想想他是否得到 我怎樣幫他 第二 事奉最重要是 與大使命有關 就是傳福音頭 建立靈靈 因為這件事 建立靈的生命 這才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會很注重 在某些 是好的 報紙的教堂 報紙得很厲害 是好的 不過在相處 有時有些人報紙 有些人報紙 有些人報紙 有些人發脾症 有些人欠用什麼方法 我是我的方法 不用人的方法 在裡面的過程 反而不榮耀神 我們一起報紙 都一起榮耀神 感謝天父 耶穌真好 我們一起榮耀祂 我們一起報紙 都被人看到耶穌的好 那這些說話 都建立人的靈命 建立人的靈命 不一定是教導 就是你怎樣榮耀神 已經被人看到神的一點 第三 已經參加教會多年 不代表不需要幫助 你不要以為 那些人來了幾十年 每個禮拜都坐在那個位 一定是得救的 不是一定的 不一定是愛主的 他都可以有他的問題 那你去幫他 不過你又不要想著他一定沒有 你不要這樣想 你想著他有的 不過你可以關心他 了解他 然後幫助他 那你說我都不是很高的 我怎麼能幫到他呢 不要緊的 正師傅所說的已經足夠了 你就是幫他 看到神的美好 神的恩典 然後我們怎樣看重神去親近神 而怎樣結出這六樣的果子 就是說 我們信心一定有行為的改變 但我們不是靠那個行為得救 我們是 但這個是得救的表現 和得救怎樣維持都是這六樣的 就是你怎樣繼續信靠 悔過恩來罪 信靠他 又繼續親近神 又愛神 這也是幫我們和神的關係加強的 遵從神也是 因為你走在罪中 你的生命就會破壞 遵從神的生命是會被建立的 和侍奉神都是建立我們的靈命的 好了 還有呢 這個最後第四點 這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進入 這麼高度和有策略性的侍奉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就是一個普遍的侍奉 我想問大家 同樣兩個軍人 一個是步兵 握著支支 握著支槍 另一個是一個飛機師 握著一個飛機 我想問你這兩個軍人 他的打仗的結果 是誰比較強 握飛機 握飛機的強很多 是嗎 同樣是天國也一樣 有人是步兵 需要步兵的 一定要有步兵的 一對一 但是有人是可以幫一班人的 但是你又不要心頭高 我要幫一萬個人 不要心頭高 你要先幫一個人 但是呢 策略有時候不一定是幫多人 要策略的 就是我怎樣幫人提升這個策略 提升去一個更高的層次 幫人看得到他侍奉的果效 看到他 原來我們做些少事服 已經是很好的 其實你聽到我說 當你又經常在教會裏面這樣做 你又鼓勵人 你去關心人 我們一起關心 我們一起關心人 我們一起幫這個人 一起為他祈禱好不好 你見到有些有心 你就跟他一起做 你又看看他怎樣做 你又可以給他一些意見 然後呢 你又放他去做 看著他怎樣做 那你就訓練到一個人 這樣的時候呢 這個就是策略了 那你第一層就入 一對一 然後呢 就小組 然後呢 可能你有機會去宣講 但是你就不要為了 多些人聽我說 是吧 每個人看著我 這個人講話很厲害 就是不要注目 而是說 我的心就是想改變人 當你講一班人講的時候 譬如我們中間有些人 為人祈禱很有能力 那你只是祈禱 你的侍奉的果效去到一個程度 但如果你才能教導 又不同了 譬如你在家裡 首先有幾個人在那裡 你又教導他 或者你在教會裡面 有小組 你又教導他 那你教導神 那些人聽完 覺得很入心 很被感動 那 神就開始發揮你的恩賜 你幫幾個人 說得到 你還幫一班人 那你去哪裡操練呢 去老人院 去長者的家 那些地方 比你操練的會多些 你做著做著 發覺我可以再提升 那你就一步沒有提升 當你這樣提升的時候 你又問神 我還可以去下一步 是什麼 譬如像我這樣 我首先幫一個人 我起初我在做了牧師之後 其實我信主 我很熱心存歡 和想幫人的靈魂 但我發覺很難 而我覺得 當時我打算教會 每個星期就講導 去鼓勵他們 又嘗試找些方法他們侍奉 但我真的找不到什麼位 很大的興起他們 而且也興起不到人侍奉神 但當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就很不同了 我只是看得到 為人祈禱 他可以這麼大經歷 可以這麼大改變 我又看得到 走向神的路是這麼好的 神什麼都看得到 所以我是全心一同神 我以前有很多走路 走路的地方 甩漏的地方 就是犯了罪 就覺得 恩恩求耶穌死了 沒有想到犯罪 一定有罪的後果 那我現在來說 我就是全心毀身 走向神的路是最好的 差點那麼多 沒有走向神的路 那個地方就有破壞 那我四周圍 他都是這樣鼓勵人 並且如何處理內心 又如何有能力 如何侍奉神 看著那些人的改變 如何興起人 看這個人有心事 我便鼓勵他 興起他 帶領他 和他一起為人祈禱 和他一起去幫人的靈命 然後跟著他做到 我就說 做得好 你繼續做下去 那我就去訓練不同的人 和幫助教牧 如何處理他的內心 他的壓力 和如何帶動他的教會 更新 那我就發覺 原來神都可以使我去訓練 牧師傳道人 和訓練願意師父的人 還有我又想想 那些聖經學語如何去幫助 去到更高的層次 去影響更多人 那這個策略是神的 神有策略的 我們每一個其實可以提升的 是不是 不要說 哎呀我都幾十歲了 都是 不斷地做些少 反正有這麼多時間做些少 我希望大家的心態不是這樣 神的計劃很高的 我可以去高一點 但你又不要好功無厭 我現在要去領大聚會 你還未到那個位 不要緊的 你從小的開始 當你看到某樣有恩賜 你就會發揮 因為神的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恩賜 而策略是必定神的 不是我們自己想得出來 那你怎樣有策略呢 你祈禱安靜 在祈禱的時候 有很多種祈禱 宣告神恩典的祈禱 多謝天父耶穌愛 多謝天父就是敬拜的祈禱 然後神在愛我 神陪著我 神很想祝福我的 這是恩典的祈禱 那你恩典祈禱幫你更加有信心 還有有回應的祈禱 就是這個互動的祈禱 神在聽我的祈禱很歡喜 所以我親近神 神很歡喜 那你就得力了 然後有些時候 你祈禱的時候 你留意神會給你意念 有時你安靜 有時你在那裡青絲歌 有時你一邊講 一邊在祈禱 神也會給你意念 神會給你意念 這個人你要去幫 神給你的意念 這個東西你要處理 神給你的意念 你可以怎樣再走一步 你不如嘗試 委身做祖長 你不如委身做什麼什麼 神會給你意念 那你說不行啊不行 你問神 那我怎樣做到 神會給你意念 你越神給你任何意念 你一聽話 你就下一步去到 可能第一步 神要你意念什麼 處理丈夫和太太的關係 和子女的關係 這是第一步 神一起做不同的事 你在處理中 你都一起去親近神 又去侍奉神 這樣神就會提醒你 就會進入一個更高層次的侍奉 我想問大家 這裡有多少個人 你曾經領受過那些意念 給你提升你去另一個層次的侍奉 在你以前沒有做的 神就提醒你去進入另一個層次的侍奉 有多少個人 我們中文也有些人是這樣的 那你有呢 你就運神 我還可以怎樣繼續去 其實你做什麼都好 例如領敬拜 我怎樣帶到那些人 哇 神真的好好的 我們講耶穌 耶穌在這個地方 噢 耶穌 噢 我們享受神 當你自己很享受神 你自然的說話就會流露出 享受神 那些人在敬拜會有不同的經歷 在我帶敬拜的時候 曾經有人看到天使 看到耶穌 很被感動 覺得聖靈的能力 聖靈的喜樂 這都是我們可以進入的層次 那我們就不要誇獲 是神的工作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剛才幫助我們 想不想 你在世上的日子 你想將來存留的是 他都活了幾十年了 又生了兒子 又生了女兒 又生了孫 他都賺了錢 又吃得飽飽了 他現在一生就 色奴歸主了 因為你想說 很多人說 他以前曾經幫我很多 他以前給我的鼓勵 讓我今天愛主 你想到將來這樣 對他說的話 在他心中留下永遠的影響 這樣好不好 這是神最喜悅的 你在人的心目中留下 最美好的就是 真的耶穌在他心中 不是只信耶穌 是看到神多好 於是我們全身會跟蹤神 好了 討論問題 有沒有什麼原因 難了你進入更多的侍服 譬如懶惰 一會兒你會分組的 沒有信心 懼怕 沒有能力 沒有機會 或者事奉有什麼不愉快的經歷 有沒有什麼 第二 怎樣可以衝破你難了 第三 請你評估現在有的 事奉 你怎樣可以在事奉上 更進步和更提升 或者怎樣領受策略性的事奉 那你明天出來分享 你就不用講很多行 講一行 但講得精一點 講得深一點 有骨有肉 骨就是骨光 肉就是有感覺 被人聽完有感覺 很想改變 大家聽完 會不會心裡會說 神啊 事奉你這麼好 神又喜歡 一杯涼水神都喜歡 我真的很想進入 一路一路進入更多的事奉 想不想 更多去服侍人 希望大家帶著這個火熱的心 其實都是這樣 一起來就是這樣 如果當中有些人說 哎呀我沒什麼動力 我現在都很邪 我們就要首先從神得力 一天宣告 阿尼瑞 我會開心快樂 我不用被這些人壓住 其實沒有什麼壓住 我有意有食 有什麼壓住 有時候人這樣 以前 不窮困過 被人罵過 就壓住 現在沒有這些情況 已經沒有人罵你 又沒有窮困 不過那個那些壓住 還是不走 那要處理 就是鬆回 你想想 我们现在是王子公主,我们现在可以开心了 有些王子都可以不开心 他说,我不是做到一个很好的王子 可能他这样想 魔鬼总是懂得找些东西在你的心里顶着你的 压着你的,让你去不了 当你都松了,无所谓了 向前去,有没有听过几只狗可以打一只炮 狗是不可能打得怕,但他保护主人勇敢得不得了 他不怕死,神一比狗一样,他真是不怕死 他自己可以死,他不会哭 有个狗一打过来,他就会死 狗不会这样,不会退后 你两只打我退后,不会这样 人就会这样,求主帮助我们,冲破这些巨派 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分组 多谢天父,求主,先人,感谢天父 因为你很爱我们的 阿爸父,你很爱我们的 你看重我们,你关心我们 你时时陪众我们,你想兴起我们 当我们愿意去爱你,去亲近你 又服侍你的神,你很欢喜的 就算我们给了一杯粮水 神都欢喜,一定得到神的赏赐 何况我们更加去建立人的生命 是神所喜悦的 求主,你私人,提升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的信心 不用怕的,不用说自己不够能力 不够恩赐,神一定会轻易我们的 多谢天父,感谢天父 Hallelujah Halleluj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